中共喉舌新华网9月3日再次刊登文章《诋毁法轮功》 而今年8月前后,中国又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被中共迫害致死 本台采访了几位法轮功学员,他们指出中共造假抹黑法轮功是为了加剧迫害制造借口 掩盖真相,转嫁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新华网3日的文章提到东北一个名叫石小岩的练功人 遇到所谓真传弟子要求他捐款,又因患乳腺癌 找了一位工友金老太太用法律看病,并吃了他给的药 原清华大学副教授徐云指出,法轮功学员一看就知道中共又在造假 法轮功根本没有真传弟子的说法 中共一直诬陷法轮功不让人吃药,现在又出尔反尔 我在法轮功这个前提里修炼了16年了 因为我完全了解这个团体的行为 就是练功学法,修心性做好人 法轮功的明天要求是不许计字,不许先学计字 还有一个问题,真正的法轮功是绝对禁止开手给人看病 虚银副教授在清华土木工程系执教13年,深受师生好评 他95年修炼法轮功后不久,折磨他多年的失眠症 胆囊炎和美尼二世综合症,很神奇的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 虚银2006年因家中有转法轮,而被非法劳教两年 在臭名昭著的北京团和劳教所遭受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 释放后他携全家辗转来到了美国 他指出,新华网再次诽谤法轮功,就是在给中共加剧迫害寻找托词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从民间能够传出的消息证实 已有3443名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修炼被迫害致死 黑龙江七七哈尔铁路房产段职工慈海,因为修炼法轮功 2000年被劳教两年,2006年再次被绑架 后被判刑四年,遭受多种酷刑 包括被皮带抽打的浑身血肉模糊,长达15小时吊挂等 今年8月23号离世,年近39岁 原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二公司会计于一民 因为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当局五次绑架,三次关进洗脑班 一年老教,期间遭到殴打,不让睡觉和劳逸折磨 又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 今年8月5号离世,年仅49岁 今年8月前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还有黑龙江隋化农肯学校教师张书龄 新疆阿克苏市地税局干部谢志英 云南玉西市轴城厂退休工人汪涛 北京密云县居民崔佩英 安徽合飞市长丰县居民冯奇 江苏苏州市平江区居民周云 辽宁大连市居民丁振芳等等 就在这种情况下,新华网诬陷法轮功的文章出笼 法轮功发言人张耳平指出 这与天安门自焚伪岸,1400例一样 是中共加剧迫害,掩盖真相惯用的手法 像中共对法轮功做出这种诋毁的诬陷的报道 其实跟他过去60年来 同时中国大陆所做的这种造谣诬陷 没有任何不一样的事 比如说从大跃进编黄化 文革也好 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也好 包括SARS 还有这个法轮破坏 包括最近的这个就是毒牛奶 还有这个动车事故 原广州京区少校参谋梁婷婷 曾两次被绑架 在洗脑班关押500多天 遭受各种精神和肉体酷刑 包括吊搏捆绑 通宵90度弯腰伐站 雪茄烟薰炎 不准上厕所 换食殴打等等 体重下降到30多公斤 梁婷婷女士指出 法轮功修炼者坚持的真善人信念 是做人传统的基本朴实价值 中共不让人讲真话 做好人 就是在摧毁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 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 没有道德观念的民族 面临亡种灭族的危险境地 新唐人记者林立、李元翰、薛丽采访报道